歡迎來到第二節的漫威主人節目 第一節我跟大家說了歐國盃的四強賽事 收呼機有一晨調動 一換入後備的球員之後 換走霍頓就贏了 除了之外 今早也看了另一場 美洲國家盃 的四強賽事 很可惜我們的轉換目標 喻加達效力的烏拉圭 1比0輸了給哥倫比亞出局 而且哥倫比亞很早就趕出場 有一個人趕出場 有一個人趕出場 所以十人應戰的哥倫比亞 仍然都憑著一個投球的入球 贏了1比0就將會決賽 對著有美斯和加拿祖的阿根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說回看完場球之後 我當然其中留意的兩個球員 就是烏卡達和我們的球員 派利茨 派利茨 好像上半場踢完就已經 被換走 表現就一般 但是 烏卡達 在一個 紅牌的情況下 他有份參與 為什麼呢 那時候就犯規了 然後哥倫比亞球員 就突然走走 說真的 我不知道烏卡達是否跟他講些什麼 總之兩人走走 三個人大家能看到嗎 三個人走走 突然間 哥倫比亞球員就批爭 一下子就批到烏卡達 說真的 所有的南美球員 我都告訴大家 肯定應勝到地 原本是球證的背面 但現在世界上有VAR 所以一定走不掉 結果球員紅牌趕了一場 但很可惜烏拉圭仍然追不回 我看到比爾西又坐又站又跳 結果都是追不回 結果都是輸1比0 這場球我看到烏加達也踢得不錯 作為一個防中來說 他也盡了他的本分 但我看到他參與進攻真的比較少 所以可能他真的會比較逗後 也算是適合我們的河車 但說真的 長遠來說 就算是真的踢防中這個位置 我相信坦達也需要他多些參與進攻 這件事在剛剛這場球 我只看過一場那麼大把 未能見到很多 所以可能也有其他朋友 要補充一些資料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可以頂到 我們現在卡斯美露的位置呢 另外說到卡斯美露也說了一件事 就是剛剛萬聯官網出了一些相 宣傳新的那件球衣 那有什麼球員 剛剛在最新的Post那裡 就是穿了球衣拍照呢 包括卡斯美露 Anthony 艾力神 加拿祖 賀龍 馬天尼斯 麥湯 福仔 這樣 當然不代表這些球員 一定繼續在萬聯 但起碼 拍新球衣照的時候 他們就在場 所以究竟卡斯美露 是否真的會離開萬聯呢 這個未知 另外還有艾力神 也是一個未知數 當然艾力神沒有打那麼後 因為他始終防守能力有限 但是他倆究竟會不會離開 又或者一起離開 或者隨便一個離開 我相信都會影響到烏卡達 究竟會不會加盟 因為大家還有一個球員要留意 就是 Online 都仍然未知他會不會離開 不過Ferbicio Romano 剛剛最新的那條片 他就講關於烏卡達這單交易 他就講到 他說萬聯原來是認真的 對烏卡達這個轉會 但是他也爆了一件事出來 原來我們前鋒目標的 蘇克斯 即是波羅尼亞的前鋒 也是荷蘭的後備前鋒 剛剛就出局了 因為被英格蘭鐵出局 最後也有出場 原來萬聯的高層 用了整個月的時間 去想清楚 方方面面都要想過 才決定他轉會目標 所以就去談 而他就說烏卡達現在的情況有點類似 萬聯的高層就未正式確認 一定要買他回來 要談多久就不知道 但是他就說了 舒克斯用了整個月 烏卡達會不會用整個月 就未知 但大家都知道 之前Ferbicio Romano也說過 球員本身烏卡達就想來萬聯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 萬聯和巴黎都是挺友好的關係 這樣呢 現在兩間球會直接談 因為大家要明白一點 很多時候談轉會 就是經理人 或者中間人參與幫忙談 很少兩間球會直接去談 現在正正就是兩間球會直接去談 加上球員也挺願意來萬聯 所以只要萬聯和巴黎 談好轉會廢的話 其實這單球是一點都不難談的 所以我相信 萬聯仍然都真的在內部的研究 想清楚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再加上我個人意見 我估計就是說 要考慮回到剛才我們說過的幾位中場球員 包括加斯美勞 包括安拉伯 包括艾力神 究竟他三個情況是怎樣的 我想才會得到一個定案 究竟是會不會去做這件事 也都近幾天有些傳聞 未經證實的 轉會大臣沒有說 但是另外一些媒體說的傳聞 就是說 萬成好像也對他有興趣 這個暫時就不知道有幾真幾分假了 不過呢 我想萬成和PSC的關係 就應該沒有馬聯那麼好的 談話會比較難談 但是坦白說到尾都是錢的 老實實 你給足夠轉會費的話 我想PSC也沒有說不賣 但是始終 我自己覺得 希望多些朋友說 他們如果有留意這位球員 究竟他們覺得 對他來馬聯 做一個比較偏向防中 幫不幫到手 第二就好像已經所說 他有沒有能力去參與進攻 因為我們看到卡斯美勞都參與很多進攻 這個也是 全民都要參與進攻 這個是坦克的踢法上高 一個挺重要的元素 所以 我覺得現在 阿里瓜達的這次轉會 暫時看起來 都是言之上早的 看來PSC也不急 所以 我相信這件事 都不會這麼快有定案的了 大致上 就是這樣 接下來 就會有 COPERA和EURO 即是歐國杯的決賽 兩場決賽 好像都是星期日晚 即是星期一的晨早 歐國杯好像5點 3點 而COPERA好像8點 我正在考慮 會不會當時 兩場都做直播和大家談 還是隨便選一場做直播和大家談 不過真的要問清楚大家 希望大家都留下言 講下你們的意見 就是你們會不會參與 包括歐國杯 凌晨3點香港時間 即是星期日晚 即是星期一的晨早 即明天要上班 留意 另外 美洲國家杯 甚至乎是8點 大家正在上班 所以 我想收集一下意見 大家看看會不會參與 如果多人參與 我就會考慮 用一些方法做直播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現在做不到平時的直播 但都盡量做 如果真的多人參與 如果真的反應不太理想 我就算了 我自己看算了 因為 正如我今早所說的 我極度有信心 Football is coming home 這個叫做英格蘭 今次會捧走歐國杯 而相反 Cropel America 我覺得 美斯也會再次捧走這個杯 因為 哥倫比亞 實在 剛剛十個人應戰 踢了一場 都頗糟糕的一場球 再加上 他們有球員 有受傷 還有紅牌講了一場停賽 其實 所有的環境 都是益了阿根廷 當然 美斯帶領著的阿根廷 現在來說 其他周遭的球員 都真的相當實力高 比起幾年前的阿根廷 其實相差很遠 所以 我相信 會不會是 英格蘭就捧歐國杯 阿根廷就捧美洲國家杯 即管看看 大巴準不準 還是燈 今次也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 看到這裡 你like了這條片沒有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和大巴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